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 现在8月份开始大部分品种的兰花 它都会进入一个花芽分化期 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要给它适当的喷湿一点零甲肥 也就是零刷氢甲 但是我们使用零刷氢甲 要想让它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 让你的植株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 我们可以在这个零刷氢甲的熔液里面 加上一样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就是红糖 为什么加红糖呢 因为零刷氢甲 它里面含有零甲肥 而红糖的话呢 它可以为你的零刷型甲里面呢 补充营养 补充这个氨基酸和葡萄糖 它可以为你的这个兰花呀 补充丰富的微量元素 特别是其中的钙元素铁元素 都是可以为你的这个兰花呀补充的 而且还可以补充这一些氨基酸 还有葡萄糖 对兰花的生长啊 是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的效果 对兰花的生长呢 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这个红糖 我们应该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将零刷型甲 与清水按照一笔一千的比例 把它稀释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呢 大家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用的这个红糖的比例不要太多 因为用的太多的话 它会连附一些在这个叶片表面 很容易积累灰尘 而且很容易遭虫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用的太多 我们大概用一到两克左右的用量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这个年双青甲溶液里面 把它稀释 搅拌溶解之后呢 给你的这个兰花叶片进行喷洒就可以了 喷洒之后呢 我们最好第二天早上再给它喷湿一次页面水 这样呢 给在页面上残留的一些红糖 还有这个零刷型甲的把它清洗掉 这样子的话呢 既不容易遭虫 而且也不容易产生肥害 但是要注意喷湿的时候 最好就是在傍晚的时候进行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给兰花喷湿零刷型甲的一个小技巧 好了 我们下节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